11岁小女孩挑战连张惠妹都不敢唱的歌,结果1分55秒的大爆发让评审全都吓傻。 10岁小女孩挑战连张惠生 11岁小女孩挑战连张惠生的歌《听你听我》,这张专辑也在张惠生车祸后72小时内,集结所有团队,不济酬劳完成一张单曲唱片。 目的是要将专辑收入作为张惠生的医疗、看护、附检以及安家费用,但在车祸后昏迷了24天,张惠生仍然不幸辞世。 而张惠妹也因此不敢再唱这首歌,但在日前在节目中,李盛杰演唱过后,这首《听你听我》又掀起一股热潮。 但这次是一名马来西亚的小小参赞者,在节目上演唱了《听你听我》。 张惠生,1966年6月7日至1997年11月12日,生于澎湖,赋为外省军人,母为泰雅族人。 台湾创作歌手、作词人、作曲家、音乐制作人,以声音高亢著称,成名曲为《我的未来不是梦》,其音乐创作风格多变,故有音乐魔术师之称。 1997年10月20日凌晨,在台北县当水阵因疲劳驾驶发生车祸,昏迷24天后,于11月12日逝世,享年31岁。 2017年,张宇生荣获第28届金曲奖追班特别贡献奖。 张宇生于1966年6月7日出生于澎湖县马公镇渡航石村,祖籍浙江省嘉兴县王殿镇顾家都,父亲是来自浙江嘉兴的军人张建云,母亲是台中县和平乡离山松茂部罗泰雅族人张惠美。 排行最长,下有二弟二妹,出生后,张富元以纪念张子出生地而命名彭生,然而少雨的澎湖却下起连日大雨,因此命名雨生,张雨生。 秘称宝哥 真的是太厉害了。赶快分享给朋友看看这个惊人的爆发力吧。